台灣藥妝店吹起了一股自然植物蜂巢 寶雅 康世美 屈城市 有哪些快速串紅的必買好物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年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不能出國 實在悶得發慌 其實台灣的藥妝店也非常好逛 最近啊 有很多國外的品牌 都訴求自然植物蜂 都紛紛偷偷進駐了台灣的藥妝店 讓你不用靠代購 也可以跟國外的藥妝店臨時差喔 第一個啊 我要介紹來自澳洲的這個自然風品牌Sukin 然後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的人啊 應該有記得 我就是之前有介紹澳洲藥妝店要買什麼 我就有介紹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現在真的是澳洲的國民品牌 那他們現在也是完全進駐了寶雅 Sukin呢 是一個澳洲的本土品牌 然後它是在2007年才成立的 所以其實它很年輕 但是像在今年去年 它已經連續拿到好幾年的藥妝市場的第一名 Sukin呢 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對你好 對地球好 對你的荷包也好 所以呢 它一開始就是希望說 它的產品的價格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的 那要做到這件事呢 它其實是背後有一個靠山的 就是 很大的靠山 對 很大的靠山 BWX 是澳洲保養品的最大的集團 那也因為呢 它其實是澳洲的國民品牌 這個品牌呢 它的價格其實是比較親民的 它不像其他的很多天然保養品呢 是比較高的價格 那其次呢 是它的品項也夠多 除了皮膚的 洗目的以外 各個包括寶石類的 泥膜類的 泥膜也是比較新的 還有玫瑰果油 這些的 也都算是比較新的商品 抗勞的產品呢 在專櫃來說 這麼小小一瓶大概就要兩三千塊 但是Sukin的產品的成分 質量都是專櫃的品質的 但是它值不到一千塊 是非常划算的 Sukin在全球範圍內 賣的最好的商品 就是這一排 包括有保濕的噴霧 這個Emma Watson都很喜歡 而且它還有推薦過 那在台灣比較特別 這一個 是角質調理霜 這是目前在台灣 銷量一直往上走的 我們覺得這可能是 在台灣特殊的情況 它不只產品本身的成分是天然 它包括來源也是 所以它控管了整個的供應鏈 是確保所有的來源都是 就是成分都是天然的 像Sukin的產品啊 它們標榜98%都是來自天然 而且都是可以吃的 那這三品啊 就是它們 就是不論是在澳洲或者是亞洲各地方 熱賣的明星產品 那我這邊啊 想要再跟大家介紹就是 目前在台灣也是非常熱賣的這個去角質霜 它的顆粒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跟一般其他的就是在開架 藥妝賣的去角質的那個質地真的很不一樣 那它裡面這個去角質啊 其實是加了那個竹子萃取跟核桃殼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啊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像有的時候去角質霜會覺得栗子很粗 好像真的可以把它連洗乾淨 可是有的時候可能會造成一些隱形的傷害 讓你在洗臉的時候會有刺痛感 可是這個其實不會 就是你就輕輕輕輕的按摩把它沖掉 臉就非常非常的光亮 難怪這個啊已經成為就是 台灣女生真的非常喜歡的 而且據說很多男生也很喜歡 買這個去角質霜來做去角質 那另外啊他們還有一個產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賣 就是他們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美妝達人Kevin老師非常推這個 超級綠排毒滋養面膜 近年來真的很喜歡塗這樣的面膜 因為這個超級綠排毒面膜 它裡面啊是一種用黏土為基底 然後裡面加了很多很多的植物 像是枸杞啊 酪梨啊 紅麵包樹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植物 它們的抗氧化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的臉色暗淡無光 或者是很皮類的話 其實你可以塗這個面膜 它面膜質地非常非常的細 你看 你可以後敷一下這樣的後敷一下 然後呢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隔天你的臉色就會融光煥發 其實有點排毒的效果 那其實在寶雅上面 因為展示架有限 所以它放的都是明星產品 就是剛剛那三個明星產品 還有我介紹的這些 跟一些居家的一些洗浴系列 其實我想講一下 它們的那個洗澡的我最近也有在用 它的那個泡泡雖然沒有非常的綿密 可是那個泡泡就是很細緻很舒服 洗完之後它那個自然的清香也會覺得非常好 難怪馬上就變成澳洲的國民品牌 另外據說他們的官網 男生系列賣得很好 所以原來男生也現在非常的喜歡網購 所以如果啊 你有什麼就是覺得在寶雅逛不夠的人 可以去他們的官網上面看看 那據說Sukin啊明年會在台灣開一個獨立的旗艦店 那是全球第一家的獨立的旗艦店 因為他們是講究自然環保還有純素 還有一些推行一些愛地球啊環保的做法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在旗艦店能夠進行那個空瓶回收計畫 倉導永續環保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期待它明年旗艦店的開設 剛剛講的是澳洲的國民No.1的品牌 現在我要分享法國的伊夫里雪 它也是法國的國民品牌 也是走天然直翠路線 我前年7月啊去巴黎出差的時候 其實也有去伊夫里雪 位在那個拉法葉對面的那個專賣店去逛 它那個店真的非常的大 什麼都有賣 那現在在台灣 就是已經進入了台灣的康世美 那伊夫里雪呢 它的品牌精神呢 就是它希望把天然有機 或者是天然直翠的產品呢都推廣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的商品 其實它的價位非常的平民 我們是有自己的農場自己栽種 再來呢我們有自己的研發中心 然後我們有自己的團隊跟運送的貨運公司 物流這個全部都是一條龍作業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很多成本其實都是省下來 然後回饋給當地的居民 甚至於我們經銷也是一樣的 我想要先介紹幾個就是在別的法品 你絕對找不到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法處 報章雜誌生活篇上面會提到 就是如果你在追求天然的話 你可以用白醋來做護髮或是清潔頭皮 可是呢白醋它的味道比較刺鼻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髮處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紅色跟綠色 紅色的話呢它是裡面是結合了莓果 那莓果裡面就有很豐富的多酚 它就可以第一個它可以除了淨化頭皮以外呢 它可以移除我們累積在 我們這個叫做毛凝片上面的一些灰塵或髒汙 然後恢復我們頭髮的亮折度 辣木質的話我們就知道像很多可能 有人會聽過就是辣木質本身可以淨化水源 那它本身就有很好的淨化功能 所以如果呢我們是比較偏油的髮質 或者是容易扁塌的 我們就會建議用辣木質髮處 那這一瓶呢我就非常非常推 因為它是完全免沖 所以在我們用完髮處之後呢 要吹髮前你可以取四量 放在你的頭髮上然後吹髮 你也可以吹完頭髮乾乾的時候 上一下它可以改善那個毛罩的感覺 而且呢就算你上網直接去睡覺 你買的那個天師棉的枕頭套也不會被沾染 就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覺得這一瓶我也是非常非常推 像我手邊啊這兩個髮處 就是剛剛伊夫里雪他們介紹的 就是兩個明星產品 因為像這種髮處 其實我現在在一般的產品 美髮產品中都沒有看過 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 那我自己有使用過這兩個髮處 髮處怎麼用呢 就是當你洗完頭之後 你把頭洗乾淨 頭髮還是濕濕的 那我通常就是會倒一些 在我的手心上面啊 然後就是去搓一下我的那個頭皮 那或者是有人比較大氣啦 就是因為它是做那個小開口 所以你可以用滴的 就滴個幾滴 然後就這樣搓一下頭皮 因為它是水其實 你在用的時候 其實你好像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想說欸我到底是有沒有在洗啊 可是等一下 當你吹頭髮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欸對我吹完之後 我的頭髮是真的蠻有光澤的 在康世美啊 我也發現另外一個 就是在法國藥妝店 很多人都會找代購去買的 這個NOX的這個精華油 這個油真的很有名耶 如果你常常去法國藥妝店 很多人都會收購 那這個已經是40年 大概賣了40年都非常的厲害 那它也是身體油的十足吧 像它這個油啊 其實可以擦頭髮 或擦身體 或是擦脂圓 那我自己啊最近在冬天 其實我很喜歡油類的產品 它的油其實是做噴濕的狀態 你看就是噴 噴完之後啊 輕輕塗 它就被肌膚吸收了 而且非常非常的滋潤 所以我覺得如果冬天你的皮膚很乾 你最好就是用油真的很輕鬆 就可以讓你的皮膚 得到溫暖的滋潤感受 要逛藥妝店 當然也不能夠缺少屈臣室囉 這一次啊我在屈臣室發現了 這個來自日本的這個LITS的牌子 LITS它是一個植物精粹的底液保養品品牌 那我們其實是第一個 將幹細胞保養 廣泛運用到成分上面的一個品牌 它歷屬於就是日本的第三大集團 Nature Lab 那其實它多年來它都致力在 就是討論世界的尖端的科技 然後跟醫學技術 這樣子跨界的交流 那也就是因為LITS其實產品力非常的優秀 又與專櫃品牌 所以我們沒有被擺在草本那個部分 而是擺在醫學美容這一塊 LITS啊在日本短短不到十年 居然可以在藥妝店 串生的這麼快 原來是因為它是利用植物的幹細胞 再加上先進的科技 然後讓肌膚得到非常快速 有效看得到的效果 像它的面膜 它們就是有附這個貼片 真的很特別 那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那如果你要敷的話 你就是乾淨的臉 先把這個貼片 小貼紙一樣 它的科技真的蠻厲害的耶 它把它撕下來 你看它把它撕下來 比方說我這邊有斑 我就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呢 再撕下面的面膜 它下面面膜就是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那個精華液在裡面 就這樣覆蓋在臉上 敷大概十五二十分鐘 這裡面的這個美白貼片 就會消失融在肌膚裡面 其實它就是幫你發揮淡斑的效果 那除了這個美白貼片之外啊 另外就是它這個除皺的貼片 它這個除皺貼片 它就附了這個四到四條 所以一般的那個紋路 可能就會有法令紋啦 或者是抬頭紋啊什麼紋 就是你覺得哪邊有紋路的話你就貼 那另外啊就是這個安平精華球 它的設計也非常的有創意 它可以加在你任何的保養品裡面 像是化妝水啊精華液乳液 你都可以把它加在裡面 打開來裡面是像這樣子的六顆膠囊 它每一個膠囊裡面都是新鮮的一個精華球 它就是一顆小球 然後呢如果你是要用就是化妝水 你看一加上去它立刻就溶解了 有沒有一立刻就軟化 它其實就變成一個精華化妝水 所以這個精華球 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設計 今天呢我介紹了很多 藥妝店的隱藏版的植物風品牌 你是不是也心動了呢 這些產品我通通都可以 送給你使用看看喔 那怎麼樣得到這些產品 要看影片下面的說明喔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 頭髮保養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或者留意 EBF 好 你們 在那邊 都 casual 食不主 就應該請付 一隻